小S徐希第16岁就出道了 他给人的荧幕形象 就是幽默搞笑 还有说话与不惊人死不休的辛辣主持风格 让粉丝爱及了他的直爽 特别是他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 毫无顾忌 放自己素颜照片的行为 更是让粉丝又爱又恨 他给人的普遍印象 就是一个很乐观很真实的人 40岁的小S在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时 他连自己私底下其实是无时无刻都在否定自己 从身材到工作 感觉自己全身上下全是弱点 为了扮好明星长的角色 更是每天都火在恐惧中 说这些话时更是忍不住落泪 被问题怎么熬过的时候 他第一次向众人袒露自己的童年阴景 年幼的时候曾经因为吹蜡烛被烫伤鼻子 导致后来不敢吹蜡烛 后来有一次家里停电了 他在浴室中点蜡烛照明 却不敢吹灭蜡烛 导致惊动了消防队 这件事让小S惊醒 自己必须面对恐惧 否则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小S的好友蔡康勇也曾透露过 他虽然在荧光幕前极度浮夸怨 但是私底下其实是对自己超级没有自信的 也特别没有安全感的蜡烛 范小轩也说他很容易紧张 胡思乱想 心思细腻又脆弱 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但还是会患得患失 自我挣扎的人 小S面临过很多外界对他的批判 但好像每次重新出现在荧幕前的时候 又是笑嘻嘻一副欠扁的那种 谁能想到背后的他会那么脆弱呢 这样想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